身为一个前足球从业人员 看到男足1比3败给越南 女足让二追三 亚洲杯夺冠 那么今儿我也势必要来聊一聊足球 白哥以前在中超某俱乐部工作过 也在巴西参与过国内某俱乐部的清训项目 就是把一支俱乐部优势八的梯队 放到巴西比赛和训练 整整的一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带着队伍在巴西踢了不少比赛 跑过了不少的俱乐部 实实在在地接触了 和了解到了很多巴西足球的方方面面 那么今儿我就正在我的视角 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眼中的巴西足球和中国足球之间的差距 分析一下咱们中国男足的未来吧 首先从我看到最直观的方面来说 第一点 小球员们的更衣室里面的氛围 赛前动员方面差异是巨大的 在巴西 无论是一线队专业队还是T队 甚至是村队乡村队 在每场比赛开始之前 更衣室里都有一个小小的仪式 就是大家围成一圈 一般是由队长来发言 带头给大家加油鼓励 就是打鸡血 这个场面是这样的 基本内容就是呢 我们要像男人一样战斗 我们是有血镜的 即使是流血也要战斗到底 大家看过电影勇敢的心没有 威廉华莱士在那个苏格兰农民兵准备战斗之前 在队伍跟前演说演讲的一个画面啊 跟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风格 那我们的小球员呢 首先他做这种赛前的发言鼓励打气 这种感觉他们就很不适应 说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说啥 然后还有人会笑场 说到最后基本上就俩字加油 然后第二点 体质差异确实是存在的 尤其是同一级别同一年龄段的孩子们 这个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当时队伍呢 在巴西跟不同等级的俱乐部 还有各个年龄阶段的队伍都交过手啊 一般的这种村队这种乡镇队伍低级别联赛的踢队 那自然不是我们的对手 但是只要遇到同级别 甚至比我们的爷还低的一些 八以牙或者八柄他们的踢队同年龄段的 那在身体条件上个人技术方面 还有整体战术素养方面 那基本上是碾压 印象比较深的呢 是有一次在里约热内卢和八甲的佛罗明顿赛 U18的踢队提过一场比赛 那整个比赛的画面就像是大人跟小孩踢球一样 那就是被玩软和学习 然后第三点呢是训练态度的差异 巴西孩子训练的时候呢 态度是很认真的呀 跟我们印象中 巴西人那种散漫 没有约束 没有纪律性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做某个项目训练的时候啊 训练的时候呢 是全力以赴 然后在等待排队的过程中呢 他们基本不会聊天 准备着迎接下一轮的训练 那中国孩子就不一样了 有聊天的 有开玩笑的 甚至还有打闹的 尤其是体能训练和基本功训练方面 但下了球场嘛 毕竟是青少年嘛 该闹闹 该玩玩 巴西人也是一样的 但总体的感觉还是巴西的小孩更加成熟 更加独立一些 第四点呢 在巴西每个州 相当于我们每个省都有分级别的联赛 比如州的甲级联赛 州的二级联赛 三级联赛四级联赛联赛很多 每个村每个镇都有它的球队 足球俱乐部呢 可以说是多如牛毛 不愧是足球王国 每个州级别的联赛 其实对俱乐部都是很重要的 不要以为只是巴甲 这种全国性的比赛很重要 这种小级别的联赛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州内联赛取得好成绩夺冠 那也是非常高的荣誉了 有的时候州联赛的重要场次的比赛 比这种全国性的巴甲 或者巴以巴饼的比赛 观众还要多 关注度更高 伤作率更高 那俱乐部要多打很多场比赛 这会让更多的球员 有这种上场踢球的机会 不会说一支俱乐部 一支队伍可能就那么几个人 就着主力有球踢 踢补什么的 踢不上真正的比赛 而失去了这种真刀真枪的实战的机会 然后第五点 巴西人确实喜欢踢球 我感觉他们的足球场的普及率 大概跟咱们的篮球场 在国内的普及率是一样 每个村儿每个镇上 至少都有一个足球场地 只要你打开电视机 就有足球比赛的转播 有国际的 国内的比赛 有全国性的比赛 有州比赛 甚至还有青少年的比赛 所以在巴西 很多家长都非常支持自己的孩子去踢球 你要是球踢的好 成为巴西的顶级球员 那你就是全国人的偶像 就像内马尔 贝利一样 民族英雄 金钱地位 双丰收 你要踢的差点劲 可能就在你们村或者镇上比较出名 其实也是有饭吃的 你至少是全村人的骄傲 至少能在你们村队或者镇子队上 找到一个教练或者是球员的工作 都是能养家糊口的 而且在巴西这么一个运动王国 足球王国 有非常多的这种 关于足球运动方面的职业机会 第六点就是俱乐部 它是自负盈亏的 收入来源方式多种多样 在巴西甚至有只做清训的这种俱乐部 然后培养出来的球员 再卖给大俱乐部 踢联赛的俱乐部 当然这依靠的是完善的足球体系 和足球环境 这些基层的球员 二三线的足球运动员 还有这些基层的教练 都能找到工作 都能养家糊口 吃饱饭 有出路 可以实现良性的循环 其实这些都是最浅层 最表面的东西 通过我们的肉眼观察 就可以看到 我觉得中国足球走到现在的地步 其实是有更深层的原因的 这些深层圆头性的东西不改 表面的东西再怎么改 也是没有用的 举国体制有它的弊端 其实是在一些商业价值不高的 运动项目上是有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女足 但是过度的资本化 加上改革的不彻底 也会让足球环境变得更加 急功近利 变得更加激情 我坚信中国足球只要找到 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 绝对可以东山再起的 输入越南不是问题 其实日本韩国在几十年前 在以前也是亚洲的二三流水平 日韩能做到的反超 我们一向也能做到 足球的改革 足球的轻讯成绩 一般需要至少十年左右的时间 才可以看到效果 如果我们现在就可以痛定思痛 全面改革好好发展的话 也许十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国足